直到看到黄景瑜手持电锯在灯泡上切钢丝我才知道 这小子原来真在黏鱼服上了兵衣 同剧组的张景瑜爆料 黄景瑜灯泡上切钢丝的戏份是亲自上的 根本没用剧组准备的替身 有网友当机表示 别人身穿消防服一看就是演的 而黄景瑜则像是来打卡上班的 走在他从火光中走来拍摄期间 就有人发过路透 出完任务的黄景瑜不仅会灰头土脸的 以着消防车大口喊馒头 还会在饭点时座地上和大家一块缩粉 看热闹的路人都懵了 黄景瑜真没退圈转站消防队吗 据说剧方未让黄景瑜接这部戏 足足等了四年才开始拍 而黄景瑜这位部队软业户更是演一行干一行 他不仅熟练掌握消防员必须掌握的在灯泡上切钢丝 还学会了借助一根麻绳 从一楼爬到三楼的五梯登高 进组第一天 黄景瑜紧在身上套了防护袋 紧接就在消防员注视下 攀上了百米消防云梯 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懵了 导演曾说 这部剧主线并非男女主爱情 而是多维度展现消防群像 不仅将取景地定在江苏常州消防站 还为了呈现出消防救援极致真实场面 请来常州消防协助拍摄 江苏消防指导拍摄 也就是说 自剧组凯吉纳克 黄景瑜的身份就已经变成了消防员